嗨各位小伙伴你们好吗 这里是山乌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一期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上周末我去嘉兴逛花园集市的一个记录 前不久呢朋友发来消息说 有一个叫做秋日漫步花园集市的活动 要在周末举行 非常的近 从苏州开车去的话 用不了一个小时 一想到可以见到平日里 很多活跃在园艺区的博主 我就萌生了一定要去蹭蹭热度的想法 周末的时候呢天气很好 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深秋 今天一定会是开心的一天 到了目的地呢非常的热闹 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一天了 今天是第二天 但是人气依旧非常的旺 活动所在的地址呢 叫做陶仓理想村 这里位于嘉兴郊外 是运河边的一个粮仓改建成的 现在的功能呢 是一个类似艺术中心这样的公共空间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 是叫做陶仓理想村 乱迹击派 今天 supers计算村 来开心 现在的房间 去的户口 曾经计算公司 所以我厘得到 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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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主题是园艺 所以主办方请了挺多 卖花卖草的店主来摆摊 我们看一下都有哪些 市面这位是焰火大叔 大家好好久不见 出几个龟背 这颗要多少钱 这颗的价格现在其实有点价格虚高 这两年因为白龟 这颗还比较少 像这颗价其实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差一点了 现在市价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 但其实不只是白龟 可以看到后面这颗 猜猜价格 这个是大叶伞锦 大叶伞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植物对吧 但是竹了价的大叶伞它特别的少见 而且这个品种的话很难翻出 所以价格很高 来猜猜喝点钱 走 可以再翻个三倍 不只是贵的东西 其实便宜的东西也很多 像我们后面就像什么雪莹啊 然后后面像这个星光垂蓉啊 它虽然也是花叶的植物 但是因为比较好繁殖 然后又好养 所以价格其实挺便宜的啊 建设了焰火花园的高端景化大货以后 再来看看有没有在我消费能力范围内的盆栽植物呢 同乡四季花园的盆栽植物特别多 同乡四季花园的长春藤很有名 都是一些奇特的品种 和日常花室里啊 还有绿化带见到的都非常不一样 有搜集控和品种控的朋友可以适当关注一下 他们家的网店呢 在双十一的时候为了避开物流高峰 所以还暂停了发货 那么这次看到状态良好的现货呢 我毫不犹豫就收入囊中了 最大能找多败 大概四五四厘米 我见过最大 我感觉它可以爬耶 床庭腾已经消失了不要不要呢 不要说 不要说 就消失了才能买新的 要吗 可以 这次花园曼的摊位也带来了很多 网红的以及庭院植物 不过大部分都已经被预定走了 我看上了一颗非油果 虽然家里面已经有一颗 但是这个猪形更好 像一个三叉戟 买它 午餐时间呢 有很多当地的小吃可以选择 我吃的这个是泡泡小馄饨 吃完继续逛一下集市 看到了有水泥花盆的摊位 还有石虫植物的摊位 石虫植物有一点心动呢 等我搞了雨林缸以后 可能可以买一些 下午呢 进行了一些分享会 还有可以参与的活动 比如说这个台狱的制作 台狱呢 就是用水苔来包裹植物的根系 定期喷水用来代替花盆 在这个环节我得到了 垂涎很久的长春藤雪饮 结束了这收获满满的一天 非常开心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一键三连 还有follow山巫龟这个频道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